主料,虾仁250克,西兰花一个,主料,大蒜5半,为淋一大勺,盐0.25勺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用餐人数,一到两人,将虾仁剔除泥线备用,西兰花掰成小朵,洗干净,备用,火上烧开水,放入西兰花炒一分钟,捞出过冷水,沥干水分备用, 做锅,烧热油,放入大蒜末,爆香,放入虾仁,翻炒至虾圆变色,加入味淋,翻炒均匀,加入西兰花,翻炒均匀,两分钟后加盐,关火即可,烹饪技巧,如果没有味淋,可以再加味淋,那不加一些料酒,西兰花一定要先焯一下,这样才好做 三,抄西兰花的时候,水里面可以放点盐和油,以保持西兰花的绿色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